字幕志華 字幕志華 看這裏 這裏 字幕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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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第一部 沒有笑話的喜劇 為何呢 是因為 這套是很少笑話的 或者你會哭 但你哭完之後 當你離開一間戲劇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開心 這個世界是漂亮了 人生是更美麗的 明天是更漂亮的 在這角度來說 這套是一套很值得看的喜劇 我相信未來的喜劇 都應該走這條路線 字幕志華 不知道你有什麼意見 我完全同意 所以這次是 其實是新的喜劇的第一部 你覺得 你自己 拍這類型的喜劇 的感受是怎樣 其實 很多年以來 十幾二十年以來 我都拍不到戲的原因 因為我希望 尋求到一套新喜劇的形式 接近這套片 當然我都希望 有多點少料 但實際上不需要那麼多 以前那些咻牙鬆降 那些誇張搞笑 已經是過了戲 現在觀眾需要看的 就是像這套破地獄 有一個新的意思 哭完之後也好 總之人生 值得下去 這個才厲害 這個才是喜劇的角度 我希望將來 如果有一天我還可以自己 拍一部喜劇的話 他就會有這個意思 但很可能我會加多些少料 那意思 你知不知道很多觀眾看的 都是哭的 是呀 我自己都哭了一份 但我看劇本就是這樣 我看劇本就開始想哭 看完之後覺得很釋懷 覺得可以放下一些東西 教導我 放下之後 從此以後就舒服了很多 現在是否正直 香港人需要破地獄 其實香港本身也需要破地獄 要香港現在面對最惡劣的環境 不如這就你講吧 是 沒錯 所以我們是提議 香港政府在未來大時大節 在維港中心是破地獄 這樣 香港一定會 曾子儀當然 你負責去破 Michael說已經很願意做男婆一部份 我就做行街 繼續 歡迎各界的人士 香港破地獄的意思 就是 我們要把以前的一切放回 以前的一切放下 重新不要把以前的驕傲 那些仇恨 放下 重新上路 好像道士 重新上路 這個儀式就叫做破地獄 香港需要這個破地獄 去尋求新的突破 就是現在特首時時說的 轉型 轉型 轉型的意思是破地獄 之後就可以轉型 這個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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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要輪迴 你明白嗎 香港要輪迴 所以大家香港人 我們700萬人都不應該害怕 因為只要我們放下 以前的漏洞 放下以前的一切 傲慢 重新上路就可以了 一定有一條路 因為我們香港人是很厲害的 是不是準備好速度去東京 東京 是啊 我們去東京就參加那個 東京 移營節 移營節 合了衣服沒有 和梓華 我們今天都是不覺意的 你看看 他一白 我又黑 黑白都是不覺意的 我是不需要讀 因為我和梓華同 他現在還需要 扮小生英俊 我不需要 一會兒在戲裏 你見到我的樣子 根本上是老杜 都不認得我 所以就不需要拍美 其實我都不需要 你們 會不會再想拍拍二 其實這一次 我覺得很奇妙 我和Michael 三十幾年 大家走了 很迂迴各自的路 去這一點 來拍了這部戲 本身這件事 都一個很奇妙的命運 我覺得 現在這個很奇妙的命運 那個產品就出來了 給大家看了 我都希望這部戲 同樣有一個很奇妙的旅程 那我們的旅程 又帶我們去東京 希望這部戲可以去到全世界 都值得去全世界 是我們香港IP 其實這部戲很有香港特色 因為道教的儀式 我們是很香港的 很廣東的 很廣東的 但現在中國也不是那麼多 只是香港有 所以我都希望香港電影 在電影拍一些 我們自己的特色 才可以 我們以前有功夫 功夫也有很多 我們要找一些香港有特色 才放入世界 就是最適合的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IP 我們要發掘出來 就是下次拍攝 對 其實還有 但要努力發掘 當然香港的地方比較小 IP就不多 不是容易發掘 但也要發掘到 今次就成功了 成功了 對 但我們希望 他成功 這個導演 他自己很執著 他有一套思想 他比較沒有那麼傾向於笑 如果我做 我就比較傾向多一點笑 但其實笑不笑 現在都沒有什麼所謂 你怎樣笑 你都不及現在的TikTok 那些小紅書 每個小時 街市阿婆都懂得拍 不用你拍 有意思 所以 當街市阿婆都懂得拍TikTok 拍小紅書的時候 你拍什麼喜劇的問題 現在就是 所以現在最重要 未來的喜劇模式 是怎樣的 所以這套是第一套 我先宣佈了 第二個香港IP 我就想拍到打小忍的 不要有人跟我爭 OK 最後 是不是扮女人做 我還未知 總之 如果有人拍打小忍 不是我們 就是抄襲我們 哈哈 先霸了 不是 我是說由Michael做的 哈哈 又是他 至少是我做小忍 哈哈 我負責打小忍 是 是 我會想拍照